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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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出去的夹角 这座公园啊 我们可以看到全区都是这种 融起珊瑚礁的地形 那海石礁柱 海石凹壁 海石烈系这些地形景观 是相当丰富的 另外呢 绿色的植物长在这些 高高低低的这个珊瑚礁上面呢 就形成了独特的 高威珊瑚礁森林的景观 高威珊瑚礁森林的景观 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少见的 而阮鼻公园的珊瑚礁森林 在早年观光发展的保护之下呢 棉芸人类的开垦 保存的相当的完整 非常适合大家一起到这边来欣赏 这些生长在珊瑚礁上的植物呢 被称作是珊瑚礁植群 就像各位现在看到 我后面的这些植物 它们是像山卵 红柴 台湾海童 臭娘子这一类的植被 因为呢 生长在这种不能饱水的 椒盐环境里面 而且又很靠近阳光很强 盐分很高的热带海边 所以呢 它们大部分都是喜欢阳光耐旱 而且很抗炎的这些植物 这些植物的体型 还可以随着它们所生长的环境 而有所变化 如果它们是长在这种迎风的地方呢 它们会趴下来长 会比较像灌虫的样子 如果是同种的树种 长在被风的地方的话呢 它们比较有机会长成大树的模样 尔软鼻公园内也有眺望视野 非常好的地方哦 像这座沧海亭 在这里呢 除了可以望见台湾南端 从猫鼻头夹角 一直到尔软鼻夹角 这一带山海相连 非常壮丽的景色之外呢 也可以望见美丽的沙岛的海滩风光 这座山胡椒森林也是许多热带生物的家 像乌头翁 红嘴黑碑 斑卡拉蝸牛 斯文豪市攀木蜥蜴 大白斑蝶 以及黄赏凤蝶 这里都很常可以看得见哦 其中黄赏凤蝶是宝玉类蝴蝶 也是台湾的特有牙种 它的幼虫 奈以为生的主要食草 港口马兜林 它的天然分布呢 是在鵝鸯鼻公园最多 所以这里也是黄赏凤蝶 最重要的天然气息地 鵝鸯鼻公园内的步道 原先是非常复杂的 为了要保护黄赏凤蝶的天然气息地 也避免游客在这些复杂的网状步道上迷路 肯定国家公园管理处 特别封闭了一部分的步道 来保护这些天然的气地 公园内还有一座有名的鵝鸯鼻灯塔 有着东亚之光的美春 由于早年鵝鸯鼻海域经常会有传难发生 所以清光续年间就在这里建造了这座灯塔 1882年建造完成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岁了 那现在每天晚上还以十秒钟一闪的光速 来指引附近的船只 鵝鸯鼻灯塔的围墙上设有枪眼 那在围墙的四周也挖设了壕沟做自我防卫 是这世界上少见的武装灯塔 此外呢公园内也有史前人类的生活史遗迹 其中还包括了6500年前 以敲打时期为主的史前文化 所以鵝鸯鼻公园可以说是一座景观 生态跟人文兼备的美妙景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